西洋菜谱 哈喽大家好 西洋菜谱每周分享 今天分享四枝海瓜籽 那我们看看今天要准备的主要材料 今天我们做一个四枝海瓜籽 然后我们大概有这个海瓜籽 超市都有的 大概两磅左右 大家损够的时候要损够一些嘴巴 不要张开的 要密封的 因为张开的话它就死掉了 所以尽量损够一些密封的 嘴巴密封的 那就保持那个新鲜 然后我们就放在清水里洗干净 然后就放个大概一个汤匙的盐 把它就是吐一吐沙 泡个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配料有大概 一个汤匙的那个豆豉 把它泡软洗干净那个盐分 然后就多碎 然后需要那个六七片的那个姜片 把它多碎 还有五六个的那个蒜头 多碎 还有那个干红椒 有新鲜的辣椒最好 没有就用我 像我这样用那个干红椒也可以 把它去纸洗干净就好 还有大概两三条的那个葱花 还有一些香菜 还有一些香菜 还有那个配酱 有那个生抽 米酒 蚝油和糖 海瓜子我们那个泡了一两个小时的吐沙 以后呢就是把它洗干净 沥干水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了 先把那个蒜末 把它放在那个锅里面 大概两三汤匙的油可以多一点 没关系 还有辣椒 豆瓣 把它全部到香 二个十多 之后我们加那个蒜油 还有葱花 还有葱花 把它爆的香香的 有些人如果想吃的辣一点 也可以放一些辣酱的水 把它爆的香香 我们就把那个海瓜子 把它倒进去 就把它们都爆炒 把它爆炒 不要 不要太大的火 中火就可以 让它可以慢慢炸开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炒了两分钟了 你看那个嘴巴有点都不贴了 我们现在倒入那个大概两个茶匙的米酒去出心 然后一个茶匙的酱油 半个茶匙的蚝油 一个茶匙的糖 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半个茶匙的鸡粉 把它捞一勺 因为它熟的时候它会有一点水 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弄一个生粉芡 现在我们把它榨盖 慢火 煮个一分钟 让它静一静内 把它酥慢火 然后一分钟过去了 就已经好了 我们现在够薄芡 你看有很多水在里面 现在够薄芡 非常香 这个海瓜煮它是很快熟的 你也可以春烫一下 这样炒也可以 直接这样炒可以 我是觉得直接这样炒 味道比较鲜一点 因为本身海瓜煮它味道很健 最后我们把那个香菜加上去 如果有那个锦橙叉 你可以用锦橙叉 不过我觉得香菜也出好味道 所以我就懒得买锦橙叉 好我们的四只海瓜煮 做好了 再上锅了 好香 非常香的四只海瓜煮就好了 希望你喜欢咯 接下来 吃一会儿 一会儿 然后我可以让你吃 准备 五篇